打造基隆友善,特需牙医诊疗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跟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及基隆市牙医师工会一起宣布 基隆将针对生脏跟喊病患者推动牙科医疗服务计划 参与记者会的特殊教育学校家长会代表 相当感谢市长谢国良了解他们的需求 设法来协助解决特殊需求者看牙科的困扰 其实我要感谢市长对我们特殊的家庭及家长所说的需求都尽力在帮我们 其实我们家长只希望说在基隆这边的一些基层的医院里面 有一个专门是给身心障碍的小孩子看或是身心障碍的大人们可以看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束缚 不然有时候循序躁动或者是干嘛 当然如果他需要拔牙的时候 他没办法配合的时候就需要麻醉丝 可是在基隆的基层的医院是基本上是没有看到的 那家长就必须要带到台大医院或者是双核医院 因为那边基本上才会有我们要的需求 好因为其实我们有做过一个估算 就是在全基隆市有这些特殊需求者大概是有13700人 那如果是其中需要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打证定计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可能看牙的需求的这些人次的话大概是1200人次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被关怀然后需要被注意到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觉得刚刚透过不管是局长也好或是蔡理事长然后彭副会长 他们所做的一个分享我们真的认为这个计划非常需要赶快来做一个推动 能够让不管是儿童或是让一些长辈 他们能够有这些特殊需求的人都能够尽快的来受到这些更友善 然后更有爱的这些设备 然后跟这个设施还有所谓的医疗人力的一个照顾 谢姑娘市长一向都会关注到我们特殊需求的照顾的需求 那包括特殊需求者的牙医也是市长很关心 带着我们卫生局关注到特殊需求者的牙医需求 包括我们的儿童也包括我们失能失智身心障碍者的引发长辈 那他们在看牙的时候确实都有不方便 在这些对象他们的牙医没有被满足 所以我们推出了今天这样子的计划 这个计划在六月中如果得到议会的支持跟通过 我们会在七月初把计划征求公开上网 那也会鼓励我们基隆市的医院或诊所来做申请 依照医院现况软硬体的设备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但是我们一定有信心会在今年底之前把这样的服务提供上线 那在还没有完全完备之前 会把既有的诊疗跟转诊到台北的特殊中心的绿色通道 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也做建制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将在议会期间提出这项服务计划 如果预算顺利通过 将竞速在下半年推动实施 让特殊需求患者能够安心顺利地进行牙科治疗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